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长期来说如果央行坚持宽松 再一次降息的话 应该将会取得恢复 虽然有些人不看好印度的经济的增长 但是也有一些人认为印度的经济增长幅度将会在今年超过中国 那么关于这个问题的争论 您个人有着怎样的一个看法呢 你刚刚提到的问题 我认为对于印度的经济来说 可以是看作是一种动力 而关于工业生产数据 印度在最新一期的数据中的表现并没有那么的糟 取得了3.8%的增长 超过了上期的2.7% 我认为最新一期的数据应该会接近最近一次的水平 这也就是说明了印度在制造业方面取得了进步 我认为随着印度经济进一步的宽松的话 将会获得更多的海外投资 印度的通胀一度出现了改善 但是随着经济增速的放缓 通胀也出现了下滑 你对印度经济的前景有什么看法 在过去的几年中 我认为对于印度经济来说 有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其中一个是服务业的表现 在过去的几年中 服务业的表现出现了增长 但是 从最近的数据来看 表现并不是非常的理想 通胀虽然有所降低 但是经济增速也同样的降低了 我认为 想要达到6%的通胀目标 印度央行仍然需要进行降息 同时 在基础建设方面 这也是影响着印度经济增长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我觉得 在印度央行进行降息之前 印度的经济仍然将会持续目前的下滑趋势 而在通胀方面的预期 相对与经济增长来说 都是乐观的 感谢您的参与 请持续关注杜高斯贝电视 再见 Goodbye for now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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Goodbye are you bye 终